今年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 以及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激怒了西方民主國家 美國政府隨即從多方面反制中共 面對四面楚歌的困境 許久未曾露面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週二在一場企業家座談會上宣稱 經濟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評論認為 中共為了保政權 不想讓外企離開 但是目前大陸的經濟頹勢已經不可逆轉 中共黨媒新華社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21號 在北京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並發表講話 與會的企業家包括中共國企海康威視、中國中化集團 以及美國企業微軟、亞太研發集團 和日本松下電氣有限公司等企業的高管 在會上 習近平沒有提到最近中國多省正在爆發的大洪災 而是重點強調 中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 都走在世界前列 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6% 情況比預料得要好 他還表示 企業要千方百計的把市場主體保護好 並要求企業家們要愛國 要承擔社會責任 談到中國經濟 習近平宣稱 中國市場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當前的外部環境十分不利 所以應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但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 中共很喜歡杜撞出一些新的名詞來忽悠老百姓 它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外貿進出口不行了 那我們自己幹吧 走自力更生的路 回到閉關鎖國的路 中共提出那種國內大循環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他們已經預期到 旅美政經飛機人士秦鵬則表示 中共是在擔心經濟崩潰 所以才會提出所謂的以內部循環為主 但他認為 純粹靠內需市場發展經濟不會成功 習近平當天重提所謂的六吻和六寶 聲稱下一步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激發市場活力 他還詢諾要對8,200多萬個體工商戶 高度重視、支持等等 但一位在湖南經營餐飲與酒店服務業的老闆 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習近平在會中說的這些利好政策 只有在新聞聯播裡聽過 根本就沒有落實 他的餐廳上半年營收銳減五成 政府沒有任何補給 也沒有任何便利 他說 像他這樣的個體戶 今年最需要的就是流動資金應急 但他有一筆貸款申請了一年 至今都沒有批下來 他還披露 中國銀行業貸款紓困救濟金 往往都是優先有關係的或是國營企業 平民百姓很難拿到 今年是先後經歷了這種疫情的打擊 以及現在是半個中國是泡在水裡邊 還有小半個中國是遇到了這種漢代 那麼中共的當局的事實上是沒有採取一些 這種對企業的這些紓困 而是讓他們基本自身分裂 據瞭解 這是習近平自6月寧夏考察後首次公開露面 此前的7月13號 李克強也曾邀請中國中小企業協會 海爾集團、拼多多等企業的管理層召開座談會 在這期間 中國27個省洪水滔滔 成千上萬的民眾處於危難之中 但中共高層至今都沒有到災區視察災情和訪問災民 也沒有成立訪訊領導小組 而是反覆強調要發展經濟 7月22號 黨媒新華社專題報導稱 最近一些外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致電習近平 對中國發生的嚴重洪災表示慰問 但評論人士認為 黨媒的目的並不在水災 而是要顯示中共仍然在進行國際交往 並沒有被孤立 而黨媒列出的國家中西方國家卻一個都沒有